找到大一的课程的云端 里面的151关五中字串 打开之后的话 请你找到第五页的地方 就这一段 我想应该之前上了一学年 应该不会陌生 只是说你可能 还是需要再复习一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把这一段程式 直接就呼叫ChargePT 然后把ChargePT打开之后 把那个程式直接贴上就可以 把问题问他 那GPT很简单 你就找GPT 他这边只要log in 我是用Google账号登录 然后登录之后的话 你就选ChargePT 聊天机器人 然后我刚刚直接把那个公式贴上 上面再加上 请帮我将VBA转换为GAS 这个可能要 其实不用特别背 GAS 它这个名称 如果你实在记不得 它就是叫App Apps 然后叫Squip 然后前面加Google 所以叫GAS VBA的话就Virtual Basic 然后For Application 所以VBA 那他基本上看得懂 我觉得这个ChargePT真的还蛮聪明的 OK 所以他真的 如果以后AI成熟之后 说真的 很多东西根本不需要 甚至不太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学习 我觉得 但是你不可能说完全不学习 你至少要知道一个基本的概念 还有它即便给你的东西 你也要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 所以我们基本上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ChargePT的功能 你把它贴上 就是把上面是 请帮我将VBA转换为GAS 然后再来 不过Enter 我记得 在ChargePT这边Enter好像是 我是按Squip加Enter 我不知道Enter它会不会直接送出 好像你按Enter它会直接把问题送出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换行不要送出的话 那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我自己习惯是这边的Enter 是叫做Squip加Squip 所以你按下那个Shift 然后再加Enter Squip加Enter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直接把问题送出了 OK Squip加Enter 然后它才会换行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问题 这一行的话实际上就是刚刚的在151这边 直接把这边的程式把它贴过来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你假设不会写的程式 还真的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转出来 OK 来试一下 那转完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而且甚至你假设 你如果对于程式不讨厌的话 可以顺便学一下它的基本规则 那首先当然哪边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你会发现 差的差别 第一个它不叫Sub 它叫Function 第二个的话呢 有没有刮虎 也要有刮虎 可是它开头会有一个大刮虎 那结束的位置这边叫End Sub 可是这边一样是后刮虎 所以它这边开头是这个尾巴 所以它的程式的开头跟结尾 一律就是用大刮虎来呈现 这第一个不一样 第二个不一样的话就是Four圍圈 Four圍圈一样 但是它有区分大小写 然后里面的范围它是这样写 I等于2到10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还需要宣告 这个VAR好像一定要 宣告一个I的变数 那可是VBA里面不用宣告 然后2分号 然后呢 范围的话就是2小于等于10 意思就是说 我先从2开始 然后后面这边有个I++ I++的话实际上就等于I等于I加E 意思是说它先产生2 然后呢 跑完一次之后 再把I加了1之后 所以I加E就变3 所以3的话再跑一次 4、5一直到10 那这个地方指的是结束的条件 什么时候结束啊 就是当它呢 跟着你讲 应该是当它什么时候执行 就是当它小于等于10的时候 所以哦 2有没有小于等于10 OK就执行 然后3、4、5 一直到10 10也会执行 可是到11了 11之后的话呢 等于这个条件就不是true了 它11有没有小于等于10啊 没有 没有的话呢 那它就会结束这个程式了 大概是这样的 然后它增加了一个formin的变数 里面就放这个公式 所以它等于就是说多一个公式 放在这个变数里面而已 当然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变数 直接把这个公式放在这个位置里面 当然可以啊 如果你觉得直接把那一串东西放进来OK的话 也没问题啊 还有其他还有哪些 它放资料的方法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是直接指向那个储存格 那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麻烦哦 它一定要是哪一个APP 这个APP应该指的是Google四串表 那这个的话指的是那个工作表 然后这个是指的是那个储存格 所以它麻烦耶 它一定要是试算表 然后它试算表里面的哪个工作表 工作表里面哪个储存格 然后再放set的话就是放公式 所以把这个公式丢进来 不过到底差不多啦 应该可以理解 好 接下来关键时刻来了 到底这个程式是OK的还是不OK 我把它copy 然后呢直接贴哪里 记得哦 切到你们上传的这个档案上面 所以你们应该大部分同学都有上传这个 这个资料了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呢找到 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 我是建议的 你干脆把之前的那个聚集按右键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名称叫GS 这边把它复制一下 按右键复制 你按右键复制这边多一个啦 也许我用这个来练习 这个我留着 我用这个来练习 按右键重新命名 命名的话呢 把它改成叫GS 好 那我们来用这个练习 这个我先把它删掉 这假设都没有OK 那我如果说要把程式贴的话 贴哪里 一样哦 记得贴到这个地方 叫Appscript 这个地方哦 扩充功能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 比Excel稍微贴心一点 为什么 因为Excel的话一定要 自己手动开启那个开发人员 但是 所以Excel里面的开发人员 其实就等于 这个Google市场表上面的扩充功能 这边的话就有一个叫Appscript 就这里哦 所以这个Appscript 就等同于那个什么 这个Excel里面的开发人员里面的Vitual Basic 有没有类似的概念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点选它 所以点它 它就帮我打开了 OK这个 把它离开一下 OK把它重新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是扩充功能 Excel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呢 一样哦 它有点像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那个 VPA里面的模组 不过它预设好像就给你的模组 模组名称就是叫做什么什么.gs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程式直接贴到哪里 贴到这下面 我把原来这一段delete掉好了 然后我就直接贴到这个位置 记得哦 你不要贴到人家程式里面 你要贴到这个方圈的下方 把它贴上 所以我都没改 我直接把这边有个Copy CopyCore 点一下 然后呢 就直接把它贴到这边来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方圈 其实就是 有一支程式 名称就是叫刮弧自算底线公式 最后记得 如果你贴上 所以 这边产生之后 然后贴到这里来 记得 最重要一个动作 一定要存档 因为如果你没有存档 你直接切回去 它不会找到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你存档 它才知道 你有增加了一个 叫刮弧自算公式的一个 一个function 所以把它储存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怎么run它 很简单嘛 这边不是有直行 也可以run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切回到这边 然后呢 我之前还讲过 我们可以插入一个按钮给它 按钮的话呢 就是直接从这边插入绘图 然后我的习惯是 找到一个圆胶矩形的一个 这个图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给它一个框框 并且给它一个名称 名称的话呢 也许跟这个一样 刮弧自算底线公式好了 OK 然后在这边点两下 贴上 然后呢 并且看你要不要改个颜色 比如说改个黄色的底 字的话改成红色的 不是 这边应该不是红色 字的话应该从这边改 这边有个红色字 那字出体放大一点点好了 类似这样 好了之后按储存关闭 所以我要多一个按钮在这边 那你再把它搬到这里 如果说我想要把它对应到 刚刚的那个程式的话 接下来就是直接什么 点一下这个三点 指派指令码 OK 然后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 你那个指令码的那个function名称叫什么 就是这个名称 叫刮弧自算底线公式 C 然后直接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按指派 再来试试看 我先把这边公式先delete掉 看一下OK不OK 直接点一下 指派 确定才对 我刚按错了 应该不能取消 按确定才对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它 有没有 没有 而且完全没有bug 直接run就没问题了 所以你会发现 ChartGP真的可以帮你转换 而且它这个功能 我感觉它其实还蛮成熟的 基本上我一个字都没改 那顶多啦 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再让它程式精简 是可以啦 如果你假设不要这个 这个变数 其实你是可以把等号后面的 这一串东西 一直到分号 有没有 前单引号到后单引号 这个地方的资料 把它剪下来 你直接贴到formular的位置 然后这个formular就不要了 是可以再缩短一行 可是如果你假设没把握 你不要做 最后一样储存 这样的话可以省掉一行 有没有 然后再跑一下应该也没问题 这个可是清除 清除我因为我们没做 所以我现在手动一下 有没有 其实OK啦 所以假设你要精简的话 你是可以把刚刚有一个 叫formular的变数 把它delete掉 直接贴过来OK 原来有没有 VAR这个formular 是这一串公式 那你其实如果你要精简的话 是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上面的这一串 单引号到单引号的这一串 把它剪下之后放到这个formular 这样的话就可以少一个变数 不过如果你觉得好像也没差 那不要动 可是我们需要有三个 所以今天可能会需要练习 把三个sub 转换为GS 所以待会的话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一个清除 还需要一个刮斧自串 那程式的话云端上 其实也有VBA的程式 所以请各位练习看看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